推荐经典收藏回忆 欢迎来到Gail Game藏经阁 我是考古Up John 2002年Active推出了文字AVG Display 欲望学员 老玩家只要一看本作画风 都会知道肯定是圣少女的作品 圣少女的人物绘画极富辨识度 风格偏欧美像的豪放 而且应该所有人都会立即联想到 那个著名的李帆《黑暗生金》 所以Active是很少见的 李帆比游戏出名的公司 那么是不是就此说明 这个Active的游戏和EGO一样 故事都很弱 纯靠画风顶呢 如果你这么想 可就大错特错了 Active可是一个非常有特点的公司 下面请听我详细解说 我第一次接触到Active的游戏 是95年台湾天堂鸟代理的 《麻雀幻想曲3》 那个年代的麻将游戏 基本就是和电脑对战 故事什么的根本不存在 最多一笔带过 谁会在那上面花心词 但是我们的Active 偏偏不信这个鞋 把一个麻将游戏 套上了剧情的外衣 我们扮演的是宫廷护卫 讲述了一个流亡公主 逃亡复国的故事 这个公主完全颠覆了我 从小对公主的概念 我们小说印象里的公主 都是温良贤淑 雍容高雅 但这个流亡公主 简直是流亡公主 刁蛮任性不提 还各种恶趣味 整个故事荒诞不惊 但又充满欢乐 其中不少重口味情节 估计给不少小伙伴的童年 留下了阴影 这里面如果也包括你 弹幕打个E告诉我 而七年之后的Discipline 欲望学员 几乎完全继承了 Active的一贯传统 故事讲的是 男主早见拓郎 来到一个女生 占压倒多数的学员 原以为是美梦成真 结果这学校里 除了优等生 英川沙之以外 几乎没有正常人 而以森本雷娜为首的 一众女性反派boss 完全掌控了校园 把这个学校搞得乌烟瘴气 我们的男主在 备受压迫欺凌之后 联合同学 奋起反抗校园霸凌 乍一听起来 这似乎还是个励志故事 那你可就低估了 Active的恶意 一共只有五个结局 而好结局只有一个 所以说穿了 大概率你就是被玩死 惊不惊喜 岂不期待 本作是典型的 校园鬼畜类 众口情节 比起以前有增无减 故事延续了Active 荒诞豪放的风格 而且这么多年 骨子里 女权至上 男主都是抖M加废柴的基因 从未变过 只不过 这次把流氓公主 换成了变态的财团千金 而原先稍微 还有点男人气概的宫廷护卫 现在则彻底变成了 懦弱又无能的 中马少年 所以 如果你来玩这个游戏 以为自己是来推妹子的 那你可就大错特错了 你是来被妹子推 哦不对 是来被妹子用的 醒醒吧 综上所述 欲望学员我给69分 黑暗靶座 画风在线 实用度满点 荒诞的剧情 让福利的展开 还算符合情理 毕竟你想啊 一个能让公主逃亡 靠打麻将过关斩将的公司 什么样的剧情写不出来 但是如果你口味不是很重 我就不推荐给你尝试了 因为在这方面 本作实在是变本加厉 纯爱玩家肯定无法承受 而且编剧满满的恶意 简直溢出屏幕 唯一一个好结局 反倒有点突兀不可信 感觉纯粹敷衍搜数 作为圣少女三部曲之一 对普通玩家来说 手段实在是过于伶俐了 如果您喜欢这个节目 请一定要点击订阅 打开小铃铛 给一个三连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